坐在国家领袖的这个位置 要下来 主动下来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顺着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来观察今天闭幕的中共三中全会 那么这个三中全会所透露出来的 未来几年的经济方针 现在被读出了弦外之音 因为看起来也许习下一任还会延任 中共高举经济跟改革的大旗 而强调在这个议题里面 共党要绝对领导 在公报当中所设定的 这是三中全的经济改革目标 设定完成的年限在2029到2035 这些时间点远远超过了 现在习近平第三届的任期 因此透露出习近平有可能要争取第四届连任 否则如何完成设定的目标 因为不管是公报 或是这次三中全会重要决定 很多都是习近平亲手起草的 另外在这里面看到 中共的中央 他清脚内部已经完全尘埃落定 之前一度消失的外长秦刚 这次是官方以辞职的方式 让他安全下装 并没有拔除党籍 但是另外前面的一位防长李尚福 还有两个前火箭军的高层 不但被开除 而且也被剥夺了共党党籍 这侧面反映出北京对于这个火箭军的内部 已经清脚底定 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周四在北京闭幕 央视当晚在新闻联播中首度曝光 这场围棋四天的闭门会议画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不论是主持全体会议或者参加小范围讨论 不论是行走发言或者举手表决 他的神情姿态都轻松自然 破除此前关于他身体不适的留言 所谓的战略部署 包括了会上通过由习近平第三次担任文件起草组长 总共涉及三百多项细部改革措施的三中全会决定 这份决定包括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各领域全方位改革 以及加强中共对改革的领导位置 同时更为这些改革的完成设立了时间表 改革目标的完成设定在2029年甚至是2035年 这些时间点都远远超过了习近平第三届的任期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 这意味着习近平将至少会延续到第四个任期 才可能领导并且完成这届三中全会所定下的改革目标 会后发表的五千多次公报 经济只出现了22次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少的一次 反而是安全出现了16次历来最高 显示这次三中全会当局重视安全的程度 也因此这届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提出任何经济刺激的对策 而且多数的改革目标早就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 只能说是延续过去几年的改革方向并没有太多新意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打 反而是在共党全面领导上不但各大官媒都以头版或社论方式反复重申 官方周五一早召开的解读三中全会精神记者会上也不断强调 三中全会公布也都指出免去前外长秦刚中委职务 并且确认开除国防部前部长李尚福等人的党籍 外界关注的人事问题三中全会给出的最终决定 是让去年落马的史上最短命外长秦刚 以辞职的方式离开中共中央 但仍然以同志称呼并且保留共党党籍 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秦刚当年是在习近平一手提拔下 才能以火箭般的速度坐上外长位置 如今为了保住习的面子 自然无法让秦刚灰头土脸的离开 至于李尚福的习近平嫡系身份没有那么强烈 再加上当年立体他上台的前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已经落马 如今正式开除党籍也只是刚好 此外本届三中全会还把两名火箭军高层 包括前司令员李玉超以及前参谋长孙金明 同样开除党籍 说明火箭军内部反弹也达成一定结果 至于大陆民众对这届三中全会的期盼 就还是经济吧 老百姓生活其实挺难的挺普的 高价钱买的房子 现在房子第一价钱上不去 第二呢有的有的落价很大 目前我感觉就是现在的失业率比较挺高的 好多人离职了或者说被辞退了 包括改善经济提振房地产 以及拉台民营中小企业以降低失业率等 就只能等待未来几天将正式公布的三中全会决定完整内容 才可能确切了解官方的政策方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